我知道他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我知道他有很多电影得过奖 但是我没有看过 电影非常棒 所有的演员都非常棒 我认为这是广乎拍过最好的电影 什么感觉 我刚刚讲过 感觉我觉得很深刻 因为对我来说是意大利人 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的东西 也是古老的东西 也是现代的东西 我也知道中国现在要面对很多 就发展得很快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些因素是我最喜欢 因为作为外国人可以多了解这个国家 男主舞就是角色的吧 我挺喜欢 我觉得表演挺棒 感觉挺好的 因为以前看过风导很多作品 但是其实风导演出的作品还挺少看见的 然后我觉得风导这次转型很成功 就是我觉得换了其他人可能还真没有办法演出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身上有一些气质 其实和风导还是挺吻合的吧 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 因为我之前看的话 看预告片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整个的形式感很强 包括他风导刚拿军刀啊什么就形式感很强 我怕这个电影拍的就是那种 就是管虎的 因为之前的除细皮嘛 所以我怕是管虎那种风格 但是看了之后觉得还是 就是整个的气质特别的沉稳 就是节奏很舒缓 跟他以前的 比如说杀生啊什么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就是首先从主题上说 他讲的是一个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又讲了一些老北京的传统 我觉得精味特别的浓 然后我觉得其中的表演也特别棒 冯小刚基本是本色出演 然后吴玉凡和李峰也找到了 就是他们在偶像 不是偶像包袱的情况下 又就是找到了特别适合他们的角色 然后我觉得正式管虎的导演 最好得不做片 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好 里面的角色和表演 很像一些老电影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电影里的那些幽默 冯氏幽默加上广虎的幽默 是非常典型的北京式幽默 我很高兴看到这部片子作为并不一片出现 今年竞赛来源的亚洲片都很糟糕 这部片子值得得到更多的关注 你们都会看到我会讲中文 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你们国家 对中国还有感觉 也是在威尼斯读大学 所以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而且我觉得参加这个威尼斯电影节 不难不看中国电影 还重要了现在 有可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 在中国不太容易描写一些现代的变化 那我觉得它给观众看很多社会 包括一些问题 我觉得挺有意思吧 也是比较surprising 因为很多人想不到 他们可能以为中国电影都是老样子那种 但是看到一些很新的很现实的东西 会觉得比较surprising 也比较有用 我觉得挺突出的讲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人物挺典型的嘛 就是那种北京胡同里长大的 然后非常有那种 就是就北京人说特别局气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冯导演这个形象还蛮合适的 而且很多表演的细节挺打动我的 就没想到他会演这么好 其实还挺惊喜的 表演我觉得冯小刚演的挺好的 就是比一般国内的专业的演员都演的好 那肯定的冯小刚因为是绝对的男主角嘛 他一个人戏份可能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吧 这样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小鲜肉角色 已经比较丰满了 你看儿子也有一个从叛逆 到跟父亲和解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吴亦凡也有从一个就是小混混 然后到一个他忏悔流泪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便是配角 其实塑造都挺丰满的 冯小刚就是接下来 有可能在国内的什么金马奖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觉得他拿一个影帝绝对没问题啊 因为相比其他就已经获得金鸡奖啊 什么百花奖啊 什么那些华镖奖的演员来说 我觉得冯小刚这次 第一是他本色出演 就是本来就已经赢了一半 另外就是他的表演真的非常好 就是其中就是没有什么面部表情 然后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但就是觉得这个人物特别特别让人信服 那我觉得他给看就给观众看很多社会 包括一些问题 我觉得挺有意思吧 也是比较surprising 因为很多人想不到 他们可能以为中国电影都是老样子那种 但是看到一些很新的很现实的东西 会觉得比较surprising 也比较有用 我觉得挺突出的讲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人物挺典型的嘛 就是那种北京胡同里长大的 然后非常有那种就是就北京人说特别局气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冯导演这个形象还蛮合适的 而且很多表演的细节挺打动我的 就没想到他会演这么好 其实还挺惊喜的 表演我觉得冯小刚演的挺好的 就是比一般国内的 这个国家 男主角色的吧 我挺喜欢 我觉得表演挺棒 挺棒 感觉挺好的 因为以前看过冯导很多作品 但是其实冯导演出的作品还挺少看见的 然后我觉得冯导这次转型很成功 就是我觉得换了其他人 可能还真没有办法演出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身上有一些气质 其实和冯导还是挺吻合的吧 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 因为我之前看的话 看预告片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整个的形式感很强 包括他冯小刚拿军刀什么 就形式感很强 我怕这个电影拍的就是那种 就是管虎的 因为之前的除细皮嘛 所以我 我知道他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我知道他有很多电影得过奖 但是我没有看过 电影非常棒 所有的演员都非常棒 我认为这是管虎拍过最好的电影 什么感觉 我刚刚讲过 感觉我觉得它深刻 因为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的东西 也是古老的东西 也是现代的东西 我也知道就中国现在要面对很多 就发展得很快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些因素是我最喜欢 因为作为外国人可以多了解 他喜欢电影里的那些幽默 红视幽默加上广虎的幽默 是非常典型的北京式幽默 我很高兴看到这部片子作为闭门片出现 今年竞赛来源的亚洲片都很糟糕 这部片子值得得到更多的关注 你们都会看到我会讲中文 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你们国家 对中国还有感觉 也是在威尼斯读大学 所以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而且我觉得参加这个威尼斯电影节 不难不看中国电影 太重要了现在 有可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 在中国不太容易描写一些现代的变化 我怕是管虎那种风格 但是看了之后觉得还是 整个的气质特别的沉稳 就是节奏很舒缓 跟他以前的比如说杀生啊 什么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就是首先从主题上说 他讲的是一个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又讲了一些老北京的传统 我觉得精味特别的浓 然后我觉得其中的表演也特别棒 冯小刚基本是本色出演 然后吴亦凡和李一峰也找到了 就是他们在偶像 不是偶像包袱的情况下 又就是找到特别适合他们的角色 然后我觉得 正式管虎导演最好得不做片 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好 里面的角色和表演 很像一些老电影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